好了,今天來到一間餐廳 叫麗豆餐廳 那今天呢,我就放了一間餐 一間會非常大,大家覺得我特意煮了一個炒飯 是蝦球炒飯,現在來了一個螺旋湯 這個螺旋湯非常好 但不知道為什麼我的朋友很難喝 我又覺得很好喝,意見的螺旋湯 所以通常我都會叫幾點湯 但是呢,今天特意我會叫螺旋湯 嗯,稍後再說 好了,現在一個焗牛舌飯 是我媽媽買的 哇,這個焗牛舌飯很大 從左到右 好,接著我就有下飯 嘩,不行,我要分享這些牛舌,因為太香 嘩,很多牛舌 牛舌一碟,原來可以分三碟 分完之後,這裡還有這麼大的 但這個是OK香的 牛舌的質感,嘗試一下 不OK的 是OK的 是OK的 是有牛味 因為很多時候牛舌不漂亮的時候 牛舌是沒有牛舌的 就是五牛的一種味道 牛舌的一種味道 牛舌是很香的 嗯,但是就 就是 肉質就略有少許薄 但是總括來說,味道不錯的 那五個半一個焗飯 有湯有茶,這麼大一點 我覺得算是這樣 嗯,錯不錯 這碟就是炒飯 我肯定吃不到 連我也吃不到 連我也吃不到 怎麼吃呢 這麼大一點 怎麼淋到這麼遠 怎麼吃得 吃得不好的 OK,試一下味道 好了,我喜歡炒飯 就拋了去 給自己吃 然後呢 這裡就剩一塊 這裡就要回家 那今晚就會吃了 因為今晚家我是煮飯 我是冷煮 那這就是今晚晚餐 那這就是我午餐 那這就是我午餐 那這個 還有那個 碟頭呢 就是OK的 那炒飯的飯身呢 是不夠爽的 比較黏在一起這些飯 但是沒辦法 我想 這些西餐來炒飯呢 我想呢 鑊屁呢 可能就是差一點 所以味道是OK的 蝦都很大 還有蝦味 但是飯身就真的是 一般應該是好的炒飯呢 就是差一點 好了 鴨包程序 見證開始 我們又帶了一個自備盒 幾環保 好,我們包了炒飯 那除了這個炒飯之外呢 很明顯呢 還要包上這個牛舌飯 因為牛舌是成長的 所以我們在這裏 會不會有五塊牛舌 你怎麼吃呢 可以拿到這裏 我們就這樣掃進去嗎 好 完工了 最後呢 就是牛舌飯 把牛舌飯放進大盒裡 這樣就 最完成了 好,雖然打包的 這個程序呢 即將完成 其實我自己的那些呢 我自己的那碟呢 都還沒吃完 我正在努力 差不多OK的了 好,一杯冷鴨 就是飯後的餐茶 真的太好了 好,吃完是一杯熱咖啡 好大杯熱咖啡 還要重大杯的鴨鴨 好像有一點冷東西 但今天太熱了 而且剛才那個黑人炒飯呢 我加了辣醬 所以口味比較辣 現在要喝一些冷的 好,先來喝一些冷的 其實我會覺得對鴛鴦是不應該加50%奶茶 50%咖啡 因為我覺得咖啡的味道比較濃 是不是應該三成咖啡七成茶 我每次喝鴛鴦都是喝咖啡 所以我喝了茶 嘗試一次 可能剛才還沒攪拌 攪拌了之後是OK的 不是那麼大重咖啡味 就是茶和咖啡剛剛好 OK 真是OK 非常OK 咦 買單了 嗯 好吧 剛才我講起這個炒 對面叫了炒是很漂亮的 但我突然想起 知道嗎 翠華那個 香港翠華那個 那個 就是辣的 我不知道叫班球 不知道什麼班球 不是蝦球炒麵 是這個辣椒 就是辣的 叫什麼 我不知道叫什麼 大家可不可以提提我 是 總之是蝦球炒麵 是62-76元左右 但是超好吃 超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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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喝完 我們差不多可以走人了 記住 是荔枝餐廳 我們現在就出來商場那裡 我們就看回剛才我們的餐廳 就是這間餐廳 荔枝餐廳 就是這樣 那這間是什麼呢 這間亞洲站 大家可以看之前的影片 就是一個三文治 台式肉鬆三文治 那間 這間就是亞洲站 好 現在摔回去下車 先摔回去下車 這個就是開一個商場 這個就是開一個商場 叫感受中 我不知道是誰 我不知道是誰 不知道是誰是Architect 簡直是超噁心 好 好 好 先下車